HELLO 大家好,我是謙啊 或者謙就行 我全名叫葉謙信 英國創始地產的創辦之一 這次的特色不是介紹英國投資地產 還是針對香港人已經過來或將會過來 因為BNO事件的時候 他想過來定居 定居的時候當然了 你要有衣食住行這幾個大件事 我們特別拍攝了不同的特色給大家 很多香港朋友過到來之前想 不如我寄一批衣服過來 買了所有衣服 因為很冷 其實你不需要 你只帶一兩件軟絲衣服來 乘飛機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很多不同的大型百貨公司 不同種類的品牌都有 其實英國很多小的店舖 自家品牌的創造不同品牌的服裝都有 很多不同的選擇 甚至乎你可以去不同的市場 有些很驚喜 英國的衣服是不是很貴 英國的品牌是很貴的 其實不是的 我認識很多香港人來 為什麼這些衣服還比香港一倍的 只要你不是穿高穿的名牌服裝 很多日常的T恤、衣服 那些是幾磅、十幾磅都有 特別是在英國的Boxing Day 特別多東西減價 所以你剛剛節期的時候 價錢更便宜很多 就算是大品牌也便宜很多 我來英國有什麼食物呢? 英國天寒地冬 很多人吃非常便宜 喝杯啤酒取暖 其實英國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餐廳 有法國餐、西班牙餐、葡萄餐 資而處理的不同的餐廳都有的 英國其實在隆東、八明洪、曼城、靈浦都會去唐街 亦都有唐餐館、唐店 亦都有唐店去買不同的唐的食物 你可以自己煮來吃就行 所以你不用擔心沒有唐餐吃 是絕對有唐餐吃的 而且價錢不貴的 那那些扶仔又沒有唐餐吃的 都一定有唐餐館在旁邊左右 所以你放心一方面 所以民意識明 英國是絕對有足夠不同的種類食物給你的 師傅,你知不知道要去買 住宿的餐廳是很重要的 因為是全金石堂 而且他們覺得英國的房子是很大間的 以前有番院 如果你每個人來英國都不知道 其實不是那間房子是那麼大間的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你也可以住公寓 你也可以住房子 那些房子都有寄贈 例如排屋、貓屋、崩壁一層 倒樓屋 甚至住房屋 真的夠大 那在這些不同種類的房子 其實當然 師傅都不需要 你自住 還是買來出租 你怕不怕煩 說真的 如果你整個房屋 就是用農場這麼大的 你不真的去打理 其實我們都可以探討一下 英國不同的住屋 不同的種類屋 有什麼特別之處 有什麼小心點 有什麼注意 我們在不同的特質 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香港人在香港是很方便的 到街上可以坐車、坐地鐵、坐巴士 在英國其實不是那麼方便的 因為地帶、屋、屋邨 可以走很多步驟 坐巴士 就是不總括的時間 我還要 所以如果你在英國 你最好的交通功能就是開車 跑車來說 有一點難度 因為英文字都挺難的 不過在英國開車 很舒服 我香港很緊張的 所以不用擔心這件事 除了坐巴士 開車 你還可以 火車、輕軌 再寂寞一些 或者你時間多一些 甚至乎去運河 搭飛機船 去其他地方都可以的 所以英國的 這個交通功能 其實都很方便 如果你是家中很方便 那當然是Town Center最好 如果你懂駕駛 想享受的 當然遠一點離開Town Center 屋又大一點 環境空氣又清新一點 英國的工作 不外乎兩件事 要是打工 要是做生意 那先說打工 打工英國有很多不同種類工作 創業工作也有 勞動性工作也有 但是香港人有優勢 很勤勵 而且很有創意 這些是英國的社會 工作人員是很差這種人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來到英國 你肯做 肯薄肯捱 是會有溫檔工作數 哎呀 我英文人不是那麼好 我也不想再打工 想試一下 做一笑勢行不行 這個絕對適合你 英國政府有很多政策 是特別優惠創業的人士 不論你是參入也好 不論你是一個 creative industry也好 他都很支持你們 至於你們肯創肯薄肯捱的idea 去做的話 英國政府是很支持你們的